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頂背池加穿頭破腳 首先講講港股,港股走勢一般,低開後早段跌得比較急 一度跌超過500點,去到25,200點的水平 不過好在跌幅慢慢收窄,午後就進一步收窄 去到全日跌294點,收25,477點 成交1789億,比平均來說明顯少了 今天的市跌跟之前升得厲害的股份回源有關 包括吉利汽車,今天大跌5% 加上股王騰訊也沒辦法維持升勢,今天跌3% 幸好豪島股今天威水,有消息支持 放寬內地人去澳門的醫學檢疫限制 馬上彈上去豪島股 其中銀魚升6%有多,成為市就收窄跌幅的重要力量 講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的市就剛才提到,一度跌到25,200點的水平 其中重大原因是什麼呢? 美股,美股走勢就一般,先看看這個 立斯打指數,看到了 早段是升的,昨天曾經不錯升幅,再創歷史新高 但後來倒跌收場,倒跌226點,成2%有多 那為什麼美股突然間近日好地利會跌呢? 原因是,美股接下來有三個重大考驗要面對 他們過不過關呢? 不單影響美股自己的走勢 而且更加對港股的後市有一個方向性的顯示 變成三方面,第一方面當然是講一下疫情情況 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實沒有好過 雖然說第二波爆發 其實美國一直都沒有停過第一波 一直都第一波爆爆爆爆爆到現在 最近這幾天的情況,連續三天 單疫新增確診人數到六萬以上 這個數字都比之前所謂的第一波高峰期 即是四月份的時候更厲害 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當然比較擔心 那究竟接著疫情會如何發展呢? 這就是美股的第一個考驗 第二個考驗,看看BP 500指數 為什麼要看它呢? 原因就是,第二個考驗,美股來自什麼呢? 就是業績期了 第二季業績期殺到了 今晚開始更加是連場好戲 很多一直都在推出 那包括什麼呢? 金融股的意思呢? Netflix,所謂FANG其中一個成員 重磅,好當炒的 炒到很熱鬧的科技股 其中一隻就會公佈業績 那究竟是怎樣的形勢呢? 初步估計大家都比較擔心 因為根據一些資料的數據提供 例如FATSEC的數據 就估計S&P 500第二季的盈利會怎樣的情況呢? 說得都比較恐怖 他估計第二季會倒退成四成多 四成多是什麼概念呢?真是恐怖 起碼可以給大家參考 在三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還估計第二季 美股S&P 500指數的盈利倒退 去到多少呢? 是一乘三多一些 不夠一乘四 現在估計四乘四 換言之呢 大幅就向下調了 美股S&P 500指數的企業盈利 那這個跌幅呢? 就肯定是2008年以來 是最差的季度表現 2008年大家都記得了 應該是上次金融海嘯之前 因為金融海嘯正式是2008年的9月爆 但其實2007年的美股見頂回落 因為受到次案風暴的衝擊 換言之呢 無論如何 都是12年來最差的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看看 接下來 剛才提到的 最重要就是金融股和Netflix會出業績 初步看呢 金融股可能會好一點 對不起 金融股可能會差一點 應該會比較差 因為第一季其實應該是比較租高 很多撥比的情況 現在估計第二季的撥比 會比第一季更加強 所以金融股的業績就差了 加上大家經常提及的 現在債券息口跌到這麼低 令到金融股賺取息差的能力 進一步或空間進一步收窄 對金融股業績是不利的 所以金融股差就是必定的 問題就是Netflix根據會怎樣呢 一般估計Netflix會好一點 事實上第一季 Netflix的表現 是比大家預期為好 當時公務了全球新增訂戶 接近1600萬個 準確1570萬個 比市場普遍預期多了兩倍又多 沒有疫情 疫情大家在家看電視 做一些網上的事 總之不出街的活動 令到它的訂戶大幅增長 現在估計第二季 它仍然會有不錯的增長 估計700多萬個 以至對它營收帶來兩成多的增長 換言之 大家普遍Netflix的營餘好一點 但是最後好得來又不是這麼好呢 所以大家留意著 預了差的金融股會否很差呢 如果好的Netflix會否比預期好呢 這就是業績期 起碼是今週月績期 一個重要的焦點 其實剛才說的很多金融股 包括什麼呢 可以說今晚才有摩通 花旗 接著三四五來 高盛、美銀和大摩 都陸陸陸陸出來公務業績 大家要堅持實實 這就是第二道考驗 第三道考驗 就是點題的幾個字 頂背池加 穿頭破腳 換言之技術走勢 是一般的 這個頂背池加穿頭破腳是誰呢 就是納斯達克的指數 這個頂背池是說RSI 14天的相對強弱的指數 這個頂 明顯是高過這個頂 雖然指數上是破了頂 但是RSI不跟著破頂 換言之就是所謂的頂背池出現了 頂背池出現之餘 再來一個穿頭破腳 剛才提及過 早段是升的 破了歷史新高 高開做好的早段 但是在樓尾下跌下來 完完全全 整支陰竹包了之前的陽竹 出現了所謂的穿頭破腳的利淡走勢 接下來的立斯達克指數 看位置就弱了 要繼續整固 整固到怎樣呢 會不會越整固越和呢 就要看重要的位置 第一個 這是紫色傳子之字的 前浪頂 前浪頂就是大概10,200點 準確一點 2021點 大家留意著 以至上升軌 引伸而出 上升軌 三餘引伸而出的低位 大概10,100點左右 所以10,100至10,200 大家要留意 就是立斯達克指數 當然要看錶譜 錶譜就好一點 沒有穿頭破腳 但是其他行量都不是太帥 因為它似的 之前它破不了頂 立斯達克指數 破了頂 歷史新高 但是錶譜呢 這個頂破不了 這個進一步 低一點 這個又低一點 而且這兩個頂 似似的 是一個雙頂的錯型 雙頂當然是一般的 所以大家留意著 雙頂的錯型 究竟會不會形成雙頂 第一度要看著 當然是250天線 雨村埋 再穿這個 更加重要 就是所謂雙頂的項線 如果穿了的話 就頭尺也不頭尺 大家留意著 這個位置 穿了就頭痕 大概是多少呢 2960幾點 2965 準確就是2965 200天線 就是3028 3028點 留意著這兩位 雨村了 美股走勢就會進一步轉躍 對港股肯定構成壓力 當然對港股也要看自己本身 看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騰訊 股王 股王升跌一定是影響整個市的走勢 股王今天再跌 關鍵支持什麼呢 就是這個 當日做出的前浪底 熱子的前浪頂 組成的支持區 這個區是多少呢 是505至512元 穿了就頭痕了 那恆生指手是怎樣的呢 要看著 其實今天穿了前浪頂的支持 這個就是25303點 穿過一刻應該這樣說 穿過一刻就發上了 但是穿過一刻都不靚仔 重要的支持位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做出來的上升列口 上升列口是25124點 至25182點 這幾十點 雨村了 就顯示 第三季開始以來的升浪 可以這樣說 可能是那段落 再次回到爭持的局面 大家可以留意這位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